操作的一个说明会里面 好那陈经理我们就进到 那个教师辅导单的建立回馈机制里面 好那各位老师大家好 那我接着继续介绍一下 就是教师的辅导单建立回馈的机制 那简单来说这个辅导单的建立机制 就跟刚刚所提到的 需要建立这个辅导单的身份 会有两种情况 一个叫做 一个我称作这个叫做教师端 那教师端基本上它针对的就是 老师您所开课的课程里面 如果有学生成绩不及格的 学生成绩不及格的部分 它就会系统就会显示 你必须要进去填指导单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你本身 老师您本身是导师 那当你带着这个班级的导师 如果有有修课的修课的那个学生 他的学分数不及格的学分数 大于二分之一的情况之下 那导师就必须要针对这些学生去进行 这个辅导单的填写 就会有这两个角色 那我现在就开始针对系统 把老师端 就是教师端跟导师端的画面 用简报的方式 跟各位老师做一个说明 好 那我们先来看教师端的部分 那一样 入口是跟刚刚是一样的 就是跟刚刚是一样的入口位置 那连结超连结的部分 刚刚那个俊虚老师也有提到 未来在学校的 的首页上会有一些超连结 可以直接连进来 好 那登录之后 一样老师们你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选的是教师成绩输入 那我们现在就要选辅导单建立回馈机制 这个按钮 那进来之后呢 基本上在系统上面会有两个身份 让老师去选 第一个就是教师的身份 然后第二个是导师的身份 那老师您可以去选择 你现在要填写的辅导单 是以教师的身份去看 还是用导师的身份去看 那我这边的例子就是先用 一样是用黄俊勋老师的例子进来看 那去点 一开始我先选择教师的身份 那点了之后呢 第一个动作就是 你必须要先告诉系统 你现在看的是哪一个学年度的成绩 那比如说我现在如果 以这个例子来说 我就是下拉选择10906学年度 当我选择按了查询之后 我的下方就会出现 比如说以老师的这门课来看 休克人数47人 不及格人数有19人 那这边就会有列出这样的一个资讯 那有了这些资讯之后 下一步你就可以点进入 那点了进入之后呢 系统就会列出 这些不及格人数的列表 那可以看到这大部分都是其中成绩不及格 那这边其中成绩不及格 地方就会用红色的部分做标示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在这一次你可能需要填写的辅导单里面 就是这些同学 那后面有一个叫做教师预警单的状态的栏位 只要你完成填写 这边就会有完成的标示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看一下好像有种大字 好然后再继续往下讲 好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现在随便找一个 不及格的学生去点教师预警单 那点选进去之后呢 这上面就会带出 这位学生的一些基本资料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现在要填的这个辅导单是其中成绩还是学习成绩 然后下面就会有这些 学生辅导的原因跟学习改善计划的填写 然后会有辅导日期跟时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要提醒的就是填写完毕之后 针对导师端的部分 我不知道前面的这个教师端的部分有没有老师要提问的 有 是老师请说 那你这边的原因勾选跟学习改善计划是教师写 还是该名学生写 教师 那系统可不会设定学生先写完以后教师再来辅导 因为我们还是要找他来弄啊 可是我觉得当事人应该要自己先先陈述他的原因跟提出他自己的改善计划 然后我们再来跟他进行辅导 所以这边我会希望系统这边是不是不及格的时候可以通知该名学生 由该名学生在时间内系统会提醒他什么时候要完成 完成以后呢系统会email或者是提醒老师 那老师再来后续的再进行辅导 目前系统没有这样设定 目前系统针对的就是由老师来做设定这样子 那至于说能不能让学生进来填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跟教务处的使用单位做讨论 那不见得在这一次系统里面会开放这样的功能 我会建议是这样子 因为不然的话那当事人都没事干啊 最后是老师要做好多的功课 我觉得有一点本末导致 谢谢 好老师您的意见我们会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会后会跟执行的单位做讨论 然后由他们来决定怎么处理这样子 谢谢 谢谢您 好 请问一下 那个我们之前在护理系 我们有一个自主学习平台 那我们里面就会写其中预警 然后那表单就长得一样 那我们那个其中预警现在在护理系的自主平台还需要再填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还是填这个就好了 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您刚刚有列出来的是 它是已经有其中成绩跟期末成绩 就学期成绩 那我们之前要填的都只有其中预警 但是期末它假设学期不及格的话 我们就没有在做什么预警 所以我们现在填这个教师预警单 我们是只要填其中预警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 谢谢 好 老师我先回答第一个 就是之前在护理系填的这个表格的资料 理论上这两个路口未来都会是同步 你可以在这里填也可以进来这里填 这个是可以同步的 这个绝对没问题 那至于说刚刚您提到 第二个是不是都是只有期中预警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聚勋老师回复 这个可能是学校行政上的作业 我不太清楚 对那个刚刚刘芬老师有提到 其实没有错 我们其实主要还是以期中预警为主 对我们还是会请老师填这个期中预警的部分就好了 对学期的部分其实都已经结束了嘛 那其实根本也不算是预警 所以主要是其中的部分 好 以上说明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学校有自主学习平台 然后又有现在这个新的系统 然后又有eCampus 那其实我觉得入口实在是有点太多也有点灵散 有没有可能就是干脆就整合在一起 在eCampus上 像我们现在也很多线上考试啊 那考完是不是他成绩就可以直接就是 是一个其中成绩甚至就是一个学习成绩 就不用多方位key了很多次 然后会增加一些错误的几率这样子 不好意思 好 老师您的那个建议我们会记录下来 然后会后会再跟那个交出的单位做讨论 不好意思 我简单回答一下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预警制度 其实也没有要老师key成绩 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老师跟同学之间去了解一下他的学习状况 其实各位老师不要就是觉得说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说好像有很大的那个loading 其实就是让老师了解一下学生的学习状况 那虽然说有一些改善的计划或什么 感觉上好像有一大块的空白在那边 那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老师一定要长篇大论的去回复这些问题 我们也会尽量的透过这种勾选式的方式 了解一下这个学生的学习状况在哪边 那至于开放性的回答 我觉得老师也是回答重点就可以了 以上简单说明 谢谢 军寻老师我想就是建议下 我不知道刚刚是哪一位老师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好像我们的office hour 那office hour每个学习要叫老师教这个资料 然后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 这个跟office hour好像比较像因为我们还有辅导的日期 还有那个是不是可以merge在一起 因为基本上我们会做一个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预警制度 过去我刚刚有讲过 其实过去它是一个纸本的方式 那现在改成线上的一个作业 那主要是当然就是缩短各位在做资本 还有预警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成效上面 虽然刚刚老师提到说跟office hour有一点像 但是事实上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不一样的地方 真的要做到要把它merge在一起的话 可能目前来讲还是会有它的一个问题 最主要是我们做这个 我刚刚讲到说其实我们做这个 还是根据我们学校目前所定的学习 学生学习的一个办法 预警的办法来做这件事 我们有定这个办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 就是落实我们的办法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学生在一些成绩上 如果遇到需要被二一或三二 虽然我们学校这种状况不多 但是我们确实有落实到 有限预警这样的一个功能 或者是说这个学生可能真的 走到一个被退学的一个地步了 然后我们通知了家长 家长的反应会不会是一个很剧烈的 但是我们毕竟有这一些记录的成效 有去落实它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做这一个部分 以上简单说明谢谢 请无下可以发言吗 可以 老师我想回应的部分是 我知道它在办法里面 就是其中预警的部分 但是坦白讲 我非常福意刚刚美玉老师说的 是不是可以学生端那一端先填写 因为我上学期 所有的班级我数了一下 我将近填了四十几份 那都是我自己先填写 然后再找学生 那上学期加义分布跟林口的做法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那时候上学期加义分布 并没有把它放在 自主学习平台里面 所以我全部都要佼佼值本 那我就对我而言 它真的是一个loading 因为将近50份 我等于是一个班级全部都要写辅导记录 那这是我第一个我想反映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想了解的部分是 是只要我在曾经系统输入的那一端 只要我已经送出了 那是不是预警单就会自动自己跳出来 还是它还有特定的期限 它才会开放预警单的天线 谢谢 我还是先回答老师的问题 然后至于这个顺序 预警单通知顺序的问题 等一下我再请陈经理做一下这个说明 那我还是跟各位老师讲说 其实过去这些问题 刚刚老师有想到 其实过去办法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在落实 只是过去我们用的是纸本 现在改用这个系统来做这些事情 那刚刚老师也提到 的确可能老师写了很多 过去学了很多 但是我刚刚已经有讲了 就是我们其实会尽量用勾选的方式 那老师也是简单去回答 学生的状况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系统 其实是由教师端进入填写 所以学生端 根本不会进到这个系统来填写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入口 我觉得我还是要跟老师说明一下 那陈信玺时间的问题 可不可以请你回答一下 好我说明一下 基本上这个辅导单的部分 在管理者端是可以去设定 每一个学年度辅导单 应该要填写的起气日 那只要管理者设定完之后 因为我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留言 也有老师在询问说 有没有填写的起气日 然后学校会不会发音没有通知 那这个在系统端 管理者的权限上都有这样的设定 所以只要我随便举例 比如说今天管理者设定 10902的填写日期是 2021年的1月1号到2021年的7月31号 假设 那设定完之后管理者端 就可以透过这个设定的起气日 去自动由系统发信去通知老师说 只要你有符合这种条件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需要填写的 当然老师您可以随时都上去填写 但是系统的发信端会特别去通知的是 比如说就像我们刚刚前面 这个第一个段落所讲的教师端的部分 就是您授课的科目下 有学生其中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之下 那系统就会通知您 告诉你说 你这个科目下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请老师记得上去填辅导单 所以这个在系统上面一定会有 那我在这边再回应一下 刚刚我看的右手边有一个聊天室 有人提到就是说 如果是以其中预警为主的话 那学习成绩的按钮先取消可以吗 应该是老师您指的应该是指 那个类型的下拉选单那边是吗 好没有关系 那反正应该是说 我先做那个 那个辅导单填写的 请细日的这个回应 好谢谢 黄老师 黄老师 你说 黄迅寻老师 不好意思 那个您刚才说了 你们会尽量把它设定为是勾选式的方式 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 您刚才说了 这个预警的那个系统里面 尽量还是要比较友善一点 作为勾选的方式 但是很抱歉就算是勾选 其中考当那个开始的时候 老实讲很多科目应该其中考 不及格的学生其实蛮多的 那就算是勾选式的方式 对老师来讲其实压力也蛮大 再来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责任的发生 还是在学生当事人 所以还是期待 教务系统这边能够 在原因跟他的改善计划里面 还是优先让当事人自己先 克尽职责 先稍微去自我 自我先检视一下 然后老师再来做辅导 不然的话 真的loading很大 那也可能会造成一些 我讲白一点好了啦 如果就是这样子的话 都要老师都要弄的话 那我索性就干脆都让他及格啊 我不晓得教务期待 看到是这样的下场 谢谢 那个美玉老师 我还是回复你 因为基本上 不只有你 刚刚你看这个荧幕上面 呈现出来的 呃成绩都是我的 我一个班级人数也是很多 其实我当的人也是很多 那我还是一句话 就是说过去其实 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用纸本在做 过去就在做了 那现在是改用系统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不可能不做 因为办法本身就是这样定 那除非就是去改了办法 不要去做这个其中一集 但是目前并没有 目前我们只能按照办法的方式来做 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够尽量的去对老师的这个 这个降低他的loading 然后去尽量的去让他友善一点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刚刚也是讲了 就是我们其实希望老师能够跟 孩子能够有一些 跟同学之间 能够去了解他的状况 那因为这个系统本身 就是这种老师端进入 所以同学端他会通知老师 那至于老师怎么去通知学生 或什么之类的 是否你要先让同学先去回复 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想还是交给老师自己 去看怎么弄 也就是说你可以请同学先去 做一些什么书面的回复或怎样 然后透过书面的回复 再去做这个系统上的填写或什么之类 这个部分我们就看老师的方式来做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太多的干涉 以上的回复是这样子 黄老师不好意思 如果说让学生去勾选原因跟改善计划 我想应该也不违背这个预警的办法 那如果不违背的话 如果系统上也确实可以做这样修正的话 是否教务这边还是能够促成这样子的改进 谢谢 我们目前还是会按照系统的设计 这个部分还是看 我们还是跟系统商量 但是目前还是会依照办法来走 我们尽量想办法让这个在表单上面能不能再让老师的负担再下降一点 就是这样子 这是现在我可以回复的 因为我们还是要 我们行政单位还是要按办法来走 这个其实是比较 我要跟老师讲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但是黄老师这样子的调整以后应该也没有违背办法 只是说希望说教务这边可不可以带回去再商量一下 请不要一下子就打死我们的建议 谢谢 我们之前就是这个办法其实在108年学年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定了 也有公告全校给老师跟教学单位知道 这个办法不是在我日内的时候 现在我要在做的 其实纸本就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说各位老师过去纸本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现在把纸本改成系统 其实只是初步的 第一步的再下降老师的一个loading 那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会逐步来 逐步逐步的去来考量这些做法 这样就是我的回复 OK 老师我稍微的那个看看那个老师的这个建议 我想可能我认为在这个部分 我们一样把这个问题列下来 然后会后我也许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这个这个设计上面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让他让老师们觉得loading 可以再降低一点 然后在整个使用上能够更方便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就在 会后我们再再详细的再讨论一下 好 请问可以问下一个问题了吗 可以 好 那刚刚有老师提到就是说 我们不断的再输入成绩 然后呢 以前ERP要重新输一次 因为他没有办法转档 然后eCampus我们要对学校 对学生公布成绩的时候 我们也要求要有隐私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以前 把我们自己制作的ecel档去公布给学生 然后就要一个一个的学生的输入成绩到eCampus里面公布 那刚刚有老师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eCampus还有 我们现在这个成绩输入系统跟我们自己的做一个连结 那我刚刚听到就是说我们老师自己在受某一个课的时候 我们不太可能只有其中其末成绩然后学习成绩 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些小考啦 平时成绩或者是报告的成绩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的表格一定是比较 eCampus表格一定是比较复杂 那刚刚我们的陈先生已经有讲 我们就是可以点选那个 你们的eCampus档的那个格式出来以后 我把我们的输入的其中成绩 从我们的eCampus档然后呢复制过去 那其实老师在复制的过程我们也不可能贴过去 我就公布了 我一定还是会在一个一个的去对一下 好复制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那这样已经有一个动作了嘛 那刚刚老师提到的就是eCampus可不可以merge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在1092的时候 期末的时候线上教学以后 那我们在公布成绩的时候要考虑隐私的部分 那我们就想说eCampus上我们一个一个输入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eCell档直接贿入成绩 那时候我们询问过教务处 那时候是说没有办法的 那我想老师们在讲的应该是这件事情 就是说eCell的部分有没有办法 就像这个教师输入系统 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经有的成绩 不管是复制也好或者是转档也好 不要让老师再一次的输入eCampus 因为我们现在考虑隐私学校已经要求我们不可以 用我们的eCell档去公布 然后上面有学生的名字或者是包括学号 那这样的话我们又再一次输入 然后供给eCampus再次输入 然后让他个人看到 那这样子我觉得老师输入那么多次 真的会出错 然后我们就会一再的核对一再的核对这样子 所以就会有犯错 所以这是不是eCampus的部分 可以做什么样的连结 或者是就像刚刚的那个教师系统 我们可以用复制的方式上传 或怎么样这样子 谢谢 老师我这边先做一下简单的说明 第一个就是说刚刚老师你有所提到的 我们在前面上一段说明了成绩输入的部分 这边要跟老师们再说明一下 就是未来当输入成绩的界面 是由这边进入输入的情形以后 在现行的ERP上面的老师端的成绩输入的画面 就会关掉 所以代表是以后老师们在这里所输入完的成绩 点了确定送出之后 未来会有系统这边自动的跟ERP做资料交换 把这些成绩放回原来里面要在ERP输入的位置 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老师你刚刚所提到的 在成绩输入完之后 基本上在学生端的部分理论上 他们是可以透过现在学校的6亿系统上面 去看到他现在的修课状况跟分数 只是说他看到了这个成绩的部分 不会是马上跟及时 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系统输入完成绩之后 在进到ERP之前 会有系统做很严谨很严格的检视跟检查 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 才会正式的进到学校所谓的ERP的成绩系统上面 那成绩系统上面之后 学生在成绩进入正式进到ERP系统上面之后 那学生当然可以透过现行的6亿系统上面 去检视到他现在每一颗的分数 包含了其中成绩跟选习成绩 这是我做的第二点说明 那第三点说明就是 老师您刚刚所提到econverse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原则上这个系统不是我们所开发的系统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 也没办法告诉您说 您的建议是否可行 那以上我做这样的回复 谢谢 谢谢您的回复 刚刚你回答的第二个部分 其实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成绩出来之后 我们都会给学生一天到三天 因为教务处规定的是一个礼拜内要交成绩 所以老师还要run run完以后 再给同步授课的老师 我们要去看一下考题有没有问题 分数有没有给错 然后才会给学生端 然后一到三天 所以我们通常都只剩下两天 然后可以公布正式的其中成绩 或者学期成绩 所以您刚刚说等到你们这个run完以后 然后经过严谨的这个检查以后 你们才会公布给学生 那个已经学生看到的是 final的其中成绩或学期成绩 但是我们在公布真正的其中成绩 学期成绩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给学生看一下 所以这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那至于eCampus系统不是你们开发的 那是不是俊勋那边可以看看 场边怎么样整合 不要让我们eCampus又重新输一次 谢谢 我简单回复一下老师的问题 刚刚曾经已经讲过 这个成绩输系统开始之后 ERP就会关掉了 那还有刘芬老师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老师怎么公布成绩给学生 其实我们就是老师都可以 我们也不会去介入 但有些老师刚刚讲 刘芬老师你说你透过ER 那个eCampus的方式公布给学生知道 但可能有一些老师 他不见得用eCampus 所以我就不是用eCampus公告 给学生知道 所以这一段其实不是我们交处 可以介入的部分 那我们只交处可以做的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提供这样的教师的成绩输入系统 希望老师能够正确的把成绩输入到这里面 这个是我们想要请老师帮忙的地方 那我刚刚其实老师讲了很多 你的困扰或者是你们希望达成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我自己是一个老师 我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有时候对于我们在做这个系统来讲 真的有时候短期之内 我们可能没办法一一去满足 就是老师你们现在对这个系统的一个要求 不过我们可能就是会逐步的来看怎么样让系统更好 那目前来讲可能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或许真的没办法满足老师的现况 这个地方真的可能就是要比较抱歉一点 我真的也没办法 好 谢谢俊勋的回复 我会这样子讲是因为这是教务处发信给全校的老师 要注意学生的隐私 我们以前也没有问题 我们以前的成绩就是用我们的自己制作的成绩册 然后我们就把学生的姓名座号拿掉 然后我们就用学号公布 然后我们就一个一次要导寄给小老师 小老师给学生看过以后 比如说两天内有问题的跟我们讲 没问题我们就输入正式的ERP系统 那现在ERP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再针对ERP 我现在讲的是eCampus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学生的隐私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学号去公布 因为学号同学都会知道谁的学号 大概是谁 他们也都知道 所以为了保护学校的学生的隐私 那这也是教务处要求老师的 那我们唯一的方法 我不晓得其他的老师 如果我知道也有可能老师也没有在管 那我们就用原来的方式公布 但是我们守规矩的话 我们就要依照教务处的规定 我们要考虑个案的隐私 那我只有一个一个输入eCampus 他只能看到设定 他只能看到自己的成绩 所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这样子隐私的情况之下 我不输eCampus可以让学生 难道我一个一个去通知学生吗 那个刘芬老师 我觉得说因为教处 基本上只希望老师注意 就是隐私的部分 学生隐私的部分 那至于说老师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真的也是没办法就是智慧 那这个部分我也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那只能够说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eCampus的方式的话 会比较辛苦 那可能就真的只能够用目前的一个方式 做两字以上的这个输入 那你用eCampus公告给同学周知 因为你注意到这个隐私的部分 那我们在成绩输入系统的部分 当然就是依照我们这个交助的一个 希望老师在正确的 在适当的时间把正确的成绩把它输入进去 是希望说eCampus的厂商 可不可以多一个 可以让我们汇入或者是复制的功能 那不晓得教务处可不可以跟eCampus的厂商 就是加一个这样的功能就好了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想对老师后续端会比较有帮助 这样子谢谢 其实eCampus的部分 其实也是跟系统的部分 我其实自己没办法跟你做什么承诺 我们或许去跟电算反应看看 电源中心反应看看 就是老师有这样的需求 是不是在成绩上面 或者是跟教职中心吧 去跟他反应说能不能有这样子的 用Excel的方式把成绩输进去 那看看那边能不能在eCampus上面 在方便性上可以有这样的提供 我们可以协助老师做这样的反应 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承诺说一定可以或不可以 但是这个问题我会跟教职中心 或者是教职中心认为是电算可以帮忙 我们都愿意帮老师去反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刘芬老师 好那我是接着先把后面的导师端的部分 也做一次简报上的一个说明跟介绍 可以吗 好张静宁请继续 好OK 好那接下来我这边要说明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是老师端的部分 那假设今天老师您的身份 同时具备了教师也具备了导师的时候 那操作的画面跟说明的内容 我们就用后面的简报档来说明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导师端跟教师端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 那个要填辅导单的这个门槛 教师端一样就是你受课教师不及格的同学 你才需要填 那导师端是针对这个班级里面的学生 不及格学员数大于1%的学生 好那我现在往下说明 那一样进来之后 你一样是在辅助经济单的机制里面做这个点选 然后这时候你要选择就是导师端的身份 好导师端 那我当然我现在这边是一个截图的一个身份 做一个范例 那如果你是导师端点进来你就会看到你担任的那个导师的班级的资讯 你如果本身不是导师端你点进来下面就不会有任何班级的资讯 那点进来之后后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辅导的公告 学生成绩 还有那个导师辅导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看学生成绩 那基本上你点学生成绩的话 系统就会秀出这个班级的学生成绩的list 当然这是一个示意的画面 那你可以看到其中不及格的学分数 这些学生他其中不及格的学分数跟学习不及格的学分数 这是在学生成绩的部分 然后如果是在导师辅导的部分你点进来 你看到的就是会有不及格学分数大于1 2的这一笔资料 那这笔资料里面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这个班级里面有一个学生 他的其中成绩是不及格学分数有大于等于1 2的 那这时候你就会按进入 按进入这边的进入 然后按进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填写的部分 他就会告诉你是哪一个学生 他的期中考不及格的比率是多少 学习成绩不及格的比率是多少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做所谓的导师辅导单的填写 那你点了导师辅导单的填写之后 基本上出现了这一个资料 跟刚刚最大的差别就是 他会把这个学生不及格的资料的比率呈现在画面上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资料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填写这些原因 好 以上就是导师端的说明部分 各位老师如果你有担任导师的部分 不晓得对上述这个曾经理所介绍的 这个导师辅导单的填写方面 有没有什么一些操作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可以请教一下 那所以是不是原来导师的那个线上的 那个辅导的那个表单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他 只填未来教务所提供的新系统的部分 谢谢 是的没有错 未来如果说我们这个 这个辅导单的建立回馈系统这个机制 我们开始上线之后 那未来不管是授课教师的部分 或者是这个导师的部分 都是透过这个系统来做回复这样子 不晓得还有没有那个老师 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如果在线上的老师都没有问题的话 我还是重复一遍 就是说今天所介绍的这个两个系统的一个操作手册 还有今天的录音档 我们都会把它放在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最新消息里面 那欢迎今天有没有来参加与会的这个老师们 都可以进到里面去做一个参阅 那也很谢谢老师今天所反映的一些问题 可以改善 可以调整的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把这个系统建置的更完善 那再次感谢各位与会的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操作说明会就到这边 好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